有人問我比利羅斯2005-2006的考試卷第9條 怎樣做 L1和L2是兩條直線 Prependical to each other 兩條線互相垂直 而他們相交於1.y-axis L1就是4x-k 如果是垂直 這個m1是4 就是slope是4 那m2乘m1都要-1 如果L1垂直L2 OK 換言之 m2就是-1-4 根據y等於mx加c 這條色呢 L2呢 條色應該是y等於-1-4x加c 對不對 那呢 但問題就是呢 你不知道是c還是d 因為-k還是-k OK 那你就要靠呢 那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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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tersection 就是說 他們會相交於 y-axis 碰到y-axis x是0 說了很多次了 碰到y-axis x是0 所以y呢 也要-k 也要-4 你把這條色呢 -k呢 就等於 -4分1 乘0 加c 那c就是-k 那把-k 代回到這裡 所以答案呢 就是y對 -x over 4 -k 那就是c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再做一條 第十條 他問第十條 兩個 cone 兩個cone 2cone 2cone 1比2 是半徑 base radii 高度是2比3 問你體積的比例 OK 那 那 呢 cone 那條色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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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 r square 乘3 那現在那個 r1比r2呢 是1比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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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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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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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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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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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答案就是1比6 是B